不要哭泣啊不要哭泣啊 倒入咪 一、二、三 一、二、三 對啊 大家好 剛剛有沒有去看我們30分鐘的長片 欸啊記得支持一下我們影片好不好 我覺得這真的齁 不夠工錢你知道齁 拍一支影片要拍三、四個月 三、四個月的那個素材啊 你知道有幾G嗎 我跟你講比你那個去下載波多爺結衣 還是山上優雅的那個 藍光版的都 拘束都還要大 真的那個海產講的沒有錯 A片還比較好拍欸 靠那邊哭泡下去就出力了 對不對 五分鐘就結束了 有沒有太快 五分鐘沒人要看齁 剪這個影片齁 我邊剪邊掉眼淚 因為齁你從這個畫面裡面齁 你會看到很多師傅那種很認真的表情 你看看到我都快愛上他們了 然後再剪啊 看他們這樣很認真啊 我都捨不得齁 把把它剪 你們看到已經是我很近 我的能力把它留下來 要我剪更短我實在做不到 喔好像欸保險桿拆下來弄弄 倒倒欸欸 好了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片 我看他在那邊弄多久嗎 網子這樣一個一個 這樣扣子慢慢扣 遇到不合的線路 什麼在那邊查線 弄半天 一個燈你看他 哇亮了好厲害 我跟你講弄半天 我覺得那個跟 技術力沒有關係啦 因為 畢竟齁 我跟大家分享齁 像那種大燈的改裝 因為我改過很多車子的前燈後燈齁 有時候每一台車的 線路狀況不一樣 那那改裝的燈 有時候齁 你改上去會亮故障燈 嚴重一點的 把你原車的電腦 好線路燒掉都有可能 所以改裝燈的時候 其實蠻多美角的 有的時候要裝解碼器啊 什麼 那有些比較難改的齁 你真的那個線路在那邊查修 就查修半天了 不是說喔看他 我去網拍 買一組燈回來 把原來的燈拆下來 插頭拔掉 然後再把這個新的 放回去 插頭插上 欸好了搞定 沒那麼簡單 我真的齁 剪這個片 然後我也捨不得都把它剪掉了 一個小時慢慢修修修修 修要剩30分鐘 已經是我 最低可以接受的範圍 然後有人問說 影片中的零件怎麼購買的齁 那個是四面八方到處買的 有的是我自己在網路上面買的 有的是以前有認識的一些朋友拿的 比如說大包 是跟認識的叫的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你可以看到照片 那自己去想像 改好之後什麼樣子 你在網路上面賣一些燈 什麼都跟你說直上 可是其實回來很多都不是你想的直上 然後甚至有的說 你原車有轉向頭燈 你買回來沒有轉向頭燈 你就沒辦法講 然後醃掉就會什麼 亮故障燈 怎麼選好的保養廠 其實有點困難 我的經驗啦 我自己啦 我比較不怕死啦 我認為給人家騙一次兩次沒關係 所以我會先以身試乏 我常在以身試乏 你看我在進車就 就是了啦 我就是沒買過的車我就買看看 就請死 我剩賽 下次就不要買了 就是這樣 所以修理廠 當然最重要是看修理廠老闆 我覺得老闆的態度很重要 老闆的思考邏輯跟想法很重要 啊手錄 所以 依我們自己的經驗 去一次兩次 大概這個修理廠以後可不可以配合 我們就知道了 當然驗得了 為什麼驗不了 那很簡單 我跟你講啦 台灣的驗車是這樣 進口車的規格配備比較複雜 你看光現在在進那個外匯C300 有什麼魚眼的啦 單魚眼 雙魚眼 有LED 有小小小的啦 配備一大 有大包沒大包的啦 C63的啦 C43 C43 C33小3的啦 其實驗車廠根本搞不清楚 真的 他其實沒 他搞不清楚 你就去驗 所以齁台灣從以前我年輕在 改車玩車的時候 到現在的 經驗就是 進口車比較不會被尿 你有一些 進口車齁 就算你是自改手 你去齁 他也搞不清楚 他會以為你當初外匯進來就手牌的 我簡單講啦 你開一台 Artist好了 然後你改手牌 然後你開去監理戰業 誰也知道 Artist哪有Tuber耶 你這幹的吧 馬上就不讓你過了 信陽說Volvo的 十年車 一年的保養維修大概要多少 很多人問我說 哪一台車一年大概多少保養費 哪一台車一年的保養費 你可能要上01爬文吧 因為我覺得 不客觀啦 其實會取決於你 買的車款 買的車種 買的車礦 你用車的習慣都會不一樣 千萬不要去看人家 一年保養維修要多少錢 人家在那邊嚇唬你說 喔幹我買什麼車 喔一年保養費多少 幹啊搞不好 他習慣賣阿 對不對 他塞車都消費阿 那很難說耶 不會啦 那國產車有什麼難過的 17耶 17很新耶 Viesta有沒有雙離合器的災情 Viesta雙離合器我修過幾台阿 我修過大概三四台吧 可是都跑了十五萬左右 當然好開阿 PC讚好不好 我現在想要再去買一台PC買不到了 PC不錯啦 我跟你講油電車現在慢慢可以買了啦 電動車我還不敢講 油電車我覺得可以買 我媽媽觀察這麼久了 阿其實VAG的變速箱 不管你說俠讓還什麼都一樣阿 其實就都是 DSG阿 我覺得現在優化的好像還不錯啦 聽說好像還會再做一次這個 也不算招回啦 就是叫車主回原廠去 更新軟體 更新軟體 對 我跟你講VAG的車系齁 你們現在問不管什麼提逛俠讓 其實想辦法把DSG的 維修的價格壓低 基本上就發財了 D60535好顧嗎 這個問題有網友問過我齁 那我再回答一次好了 我覺得B&W跟賓士一樣 我自己周遭遇到的感覺 大家有發現齁 其實我很少賣五字頭七字頭 然後賓士阿 我很少賣E Class 或者是更大S Class 我覺得很奇怪喔 各種廠牌都有這個問題 他當初阿 等級做得越高的車子 故障率越高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像B&W的五字頭阿 小毛病 大小毛病 就比三字頭多 E Class的大小毛病 就比C Class多 真的很神奇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一個網友問我一個問題齁 他說車子如果有 他要裝一些拉桿對不對 那為了裝一些車子的拉桿 那有車子裡面 引擎室的一些螺絲有拆 那問我說會不會影響車的價格 如果說你是很新的車 三年內的車 然後引擎室裡面阿 上面下面底盤的螺絲 都是拆的亂七八糟的 都有那個拆卸過的痕跡 齁 基本上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車可能之前 感覺好像用車習慣不是很好 為什麼 通常齁 改車跟用車的 塞掐的那種 會不會超車齁 會畫上等號 直覺上會畫上等號 齁 阿你不要說 我很顧車 我只是愛改車而已 齁 那我們只是說大部分齁 你拉越多拉桿 其實 代表你 開快車的機率 越高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我們的經驗法則 當然沒有一定 那不是說每一個 對不對 有些中午車站展示車會把車牌拔掉 車牌拔掉有幾種齁 一種是 他可能是有 欠錢的車嘛 欠錢裝阿 貸款裝阿 搞不好阿媽還在協商阿 對不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 排拆去辦理 監理站辦理停駛 因為你想想看齁 一台1800以內的車 一個月的 一年的稅金 一萬二拉 一個月就一千 像我公司一百台車 一個月一台一千塊的稅金 一百台就多少 十萬 那我如果今天 這車都沒賣掉 我一個月我就要跳十萬的稅金 所以有一個方式 監理站是可以讓我們把大牌繳回去說 欸我暫時這車不開 然後等我要開再領出來 那為什麼我的車牌都沒有拆 很簡單 如果我評估說 因為我去辦停駛 然後賣掉再去辦副駛把牌拿回來 一來一往都要花錢 都要花手續費 那我如果評估我的車可以很快賣掉 我就不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還有一種是 他買的時候那一台車有可能是租賃車 掛R牌的 R牌的有規定說 你跟他買了這個租賃車以後 你這個大牌一定要繳回去 因為他可以掛R牌嘛 我不行啊 他是租賃公司我不是 我跟他買了以後 那這個牌就必須被繳回去 那就沒有牌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種五年內的車 然後沒有 又沒有大牌 他前一手是租賃車長租車短租車的 掛R牌的機率還蠻高的 講到這個 好順便講 上次有一個網友 有跟我提出一個問題 好小吃車 之前有那麼多自用車 在開Uber 那請問一下 我怎麼避免去買到一台 當過Uber的自用車 查得出來嗎 好這個問題 因為Uber之前開 也是用自己白牌開嘛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 從幾個面向下去看 第一個我回答是說 你就以原廠紀錄為主 你去查原廠紀錄齊不齊全啊 他保養的習慣怎麼樣 還有 現在車上的里程數高不高啊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如果說 你已經看半天 他的車況都很好 內裝 也不像載客的樣子 維持得很漂亮 里程也合理 沒有特別多 那請問他有沒有 跑過Uber很重要嗎 不重要了嗎 就算他是自用車 他也可能常常載朋友跑來跑去啊 有些自用車載朋友的頻率比Uber還高 你是不是 他每天都在做工具人嘛 可不可以幫我搬家 可不可以幫我買宵夜 就去了有沒有 搞不好 他車 抄得比Uber還兇 所以有些人就是會 有一個坎過不去 你就以車況為主嘛 你管他有沒有掛過Uber 講一個實在的 計程車也可以買啊 我買過齁 他開了五年 只開三萬公里的計程車 我明明知道他的計程車我還跟他買 他五年只開三萬公里 但他計程車的都不開 他都到那個 以前有一些 比如說什麼什麼某某橋下 某某某某橋下都會有那個計程車合作社 有沒有 整天睡在那邊拔掉 在那邊拚三十幾 都不出去跑車 五年只跑三萬的計程車 我問你啊 那有差嗎 請問這台當過計程車 有差嗎 沒有差 而且我們因為他 考期考過黃色 我們還要跟他剪 剪個五六萬買 那這種車我覺得還蠻划算 我就全車 工作細一點 把它漆打磨掉 漆再噴漂亮一點 然後我們買進來又便宜 自動車五六萬 可是事實他就只有跑三萬 這個車為什麼不能買 還是可以買啊 Focus TTCI才有版 好照顧啊 可是這個Focus TTCI 我有發現齁 你最好是長 爬山啊 常常拉轉啊 跑高速公路啊 我覺得會比較耐用 190打算自己開 沒有 190我 我車太多了 我最近買了很多 我很喜歡的車 陸陸續續會跟大家揭曉 負極接地線 哪種線材材質 一般都是銅線啊 排好不好的數字影響到車價嗎 不會 大排的數字不會影響車價 舊車掛新牌 是不是通常都是很多中古車 對啊 所以我不喜歡舊車掛新牌 你例如剛剛那個190我整理完 就有人問說 有沒有 為什麼不換新牌 我覺得你的車要符合你的年紀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以前年輕對不對 你才十三四歲 你就想要穿西裝 啊你腳怎麼看也是腳小而已 以前我去大陸的時候那個工地啊 我在那邊監工的時候啊 他們那時候人工還便宜的時候 你叫那種閃工 那叫林工是不是 就是在車站有沒有 很多人一早就去車站那邊等 然後你就開一台那個貨車去 你你你你你你 上來 喔他就跳上來 然後就再再再再再去工地 然後就那邊磚頭搬到那邊 那邊水管搬到那邊 那邊水管搬到那邊 一天 我跟你講一天五十塊人民幣 然後叫他們挖洞有沒有 土要挖洞 沒有漏氣的 穿西裝挖 他們很喜歡穿西裝外套 我不知道為什麼 穿西裝外套在那邊挖洞 屌了吧 這有 以前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印象最深刻的 一六零五三五 沒有什麼車我都推薦買 一六零五三五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車 瘋狂噪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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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真的要有相應的心理準備 一六零也有點年紀了 好不好 要回來花一點心思 剪片都花多少時間 喔 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啦 我現在就是屬於 我有空我又剪一點 有空我又剪一點 可是通常會屌住 那人家很認真做一件事 你本來想說 比如說現在十二點半 那我剪到一點半來睡覺 結果媽的剪完三點半 通常都會超過啦 是不是蠻喜歡賣Focus 對啊 Focus好車啊 因為便宜啊 便宜又大玩 我最喜歡賣的Focus 是2011年的 四門的 1.8的頂級款 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因為你要花二十幾萬 1.8以內的稅金 然後你要買到它有四個安全氣囊 有循跡防滑系統 有ABS 有恆溫 有電動椅 我們不要說 該有的都有了 我常常在講 我們做二手車這個行業 我是負責把你的預算CP值發揮到最大這樣 但是你如果有在二十來萬的預算 你怎麼去買到安全配備 主安配備最好 對於你最安全 而且也不能難照顧 為什麼 因為11年是2.5代嘛 2.5代已經把一代的一些缺點 就修正過來了 而且重點來了 它的下一代變成雙離合器 那雙離合器又會抖抖抖 有沒有 你那個離合器 半離合狀態的 然後換檔會有 有沒有會有換檔的聲音 所以相較之下 我覺得2.5代 不管在年份價錢配備上面 剛剛好 又好照顧 問題又少 所以我都很常幹這種事 就是 喜歡的事重複做 正確的事情 重複做 所以我就一直重複賣 這個focus 看你開多久啊 開多少啊 你如果覺得你會開很久 一台車會開很久 然後你的里程數會開蠻多的 你可以買油店的 立生那要看你的荷包 但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話 我會覺得不要整理了 五門的建議哪一年喔 五門的當然建議四代啊 但是四代現在不好買 然後其實三代 三代要挑車礦 我講實在 三代也可以買 但是要挑車礦 不過我覺得三代的柴油應該不錯 你如果其實如果是2.5代的五門 我會想買柴油款 以前很流行那個 focus柴油 二代的時候 有出那個手牌的 什麼德國什麼小朋友版的 我忘記了 有一點忘記了 我跟你講你們要買柴油車 不要買手牌的 那個轉速太低了 你一直要換檔 恩 恩恩 你就要換檔 一直換手就好了 沒有輸到整個桃口 你一般齁 你正常你在開手牌車 你二檔拉轉或三檔拉轉 你一定會這樣 呃~~~~~ 換檔 呃~~~~~ 有個時間對不對 我跟你講柴油不是 呃~~ 超轉了超轉了 呃~~ 怎麼又超轉了 我跟你講你在那邊超轉換檔的時候 人家也不知道跑到哪邊去了 我就遇過這種經驗 準備跟人家尬槍開 哇哇塞這個扭力大 柴油Focus 大家尬槍尬槍 那我還在手忙腳亂 人家不知道已經開到哪邊去 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影佩莎17到19還蠻新的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好不好養的話 我不敢講 說實在 因為我覺得零件好像有點貴 同年份的NX200T 通常比300H還要貴嗎 應該是差不多價格 車內隔音貼那東西 會不會造成以後板金有問題 來 車內隔音這個東西 我以前有花過錢 我看花過冤枉錢 也不是冤枉錢 其實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們有 曾經有人想要做汽車隔音 你上網去找 其實做汽車隔音的都 收費都很貴 你會覺得不是這個東西 拆一拆貼貼東西而已 來我跟你講 第一個 你車內的隔音 你必須要拆的零件很多 像柯P這樣把全車拆空 柯P那一集整體Vios還沒有拆門板 你如果要做全車隔音 ABC駐門板 你甚至TEMPO你都要拆喔 工錢就很貴了 第二個 重點來了 貼的那個東西的材質很重要 你如果想要去隨便買一些便宜的 汽車百貨買的那種幾百塊的毯子來貼 那個很危險 第一個 它密度不夠 隔音效果不夠 第二個 它重量重 會造成你整台車貼完會變很重 第三個就是他講的 你板金有時候是高溫的東西 會著火 或者是 你在車禍的時候 遇到一些摩擦 或者是一些電線的走火 燒的時候 那些都是助燃的東西 你整台車櫃子就燒了 所以喔 為什麼隔音這麼貴 第一個 隔音的工錢很貴 第二個隔音 真正的隔音要用防火的素材 而且要用高密度的泡棉 還有製鎮 製鎮是那種金屬製鎮店 甚至還有一些 已經接近原廠密度的薄油膠 那些東西都要有防火 要不然 你會造成你以後的 修理的困難 還有你的危險 W203C200K好養嗎 不好養 我養過 C200K我開過 那個機械增壓都會有個聲音 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如果去看一些 E200K C200K 發起來 然後你一聽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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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就知道了 要開錢啊 賣過台塑汽車賣過 我以前也開過Mathis 我以前剛進入這一行的時候 我不是買一台K8被騙嗎 那我進入這行以後 我就把被騙那台世故車賣掉 我就換了一台手牌的 Mathis 那時候還不是台塑汽車 那時候是大宇汽車 我還可以跟你講 台塑汽車的手牌 跟大宇汽車手牌 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嗎 大宇汽車那時候的手牌 就有天窗 而且它的天窗是手動 你按兩個按鈕 往上推 它就翹起來 可是不能後收 它就只有手動 手動天窗 那車不錯 我開了 不知道幾年了 我已經忘了 沒有什麼 太大的毛病 那時候我開那台Mathis還不錯 深油 那人家說沒有力啦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年輕嘛 反正還在賺錢 對不對 省錢就好了 那稅金又便宜 800cc的對不對 一年才8000多塊 OK啦 那個就算你去Seven打工 都養得起 Focus3.5代的行情 什麼 怎樣的行情 看幾年的啊 看幾門的啊 230萬啊 20幾萬 30幾萬 四門的20幾萬 五門的30幾萬 改觸碰螢幕會影響車價嗎 不會 Q30推薦嗎 Q30我很想要買回來看看 因為我覺得那個車沒有理由 沒有道理賣不好 對不對 賓士的引擎底盤合作 然後呢 沒有德國人那種大老粗的感覺 內裝鋪陳用料 組裝應該要稍微比較有質感 精細一點 大家雖然覺得 哇 那個賓士內裝這樣圓圈圈的那個 A Class啊 或GLA 我覺得好像很漂亮 可是其實啊 你認真看 其實我覺得他們還是有點 也不是 不能說粗糙啦 他用料是不錯 只是說 那個陳色比較沒有質感 就是大老粗的感覺 對啊 所以 有機會我會買Q30 那 他停產對中古車價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會有兩個狀況 不一樣 截然不同的狀況 但是還目前還看不出來 有一個有可能是他價錢反而不跌 因為買不到 大家都去買 那有一個就是兵敗如山倒 這兩種狀況都有機會發生 所以還要觀察一陣子 K12006那個你要買都要20幾了啦 沒有十幾萬的啦 除非陽春的 K12006如果是陽春的 又篩選 銀色灰色那種沒什麼人要的顏色 有可能十幾萬 但是我的感覺是應該都要20幾 我朋友想要買台車原本想要買17馬山車山那車艙推薦我朋友18的POLO GTI限量版 我直接推薦他Vios這樣好嗎 宇恆呢看他自己爽就好了啦 可是其實有時候會這樣吼 我是不習慣做這種事情 就是你原本想要買馬山到現場人家說哇看加一點多好多好他可能為什麼現在網路上那麼多人在用假價格 他PO的很便宜嘛比如說假設啦我先假設不是這個不是這個案例 但我假設他把馬山的價格PO的很便宜那你原本找馬山對不對 那你去看了結果他說喔那個車賣掉了因為那個車怎麼樣怎麼樣他就會開始跟你講 欸你看不然你買這個啊有沒有POLO GTI你看這限量版耶 啊你看這個錢差不多跟馬山差不多怎麼不開進口 你看這安全氣場喔幾顆 喔喔你看這個線條我跟你講開歐洲車比較安全啊 阿諾阿諾阿諾一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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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就買了POLO 所以這個就是商人的販售模式啊 啊我們不能去講對或不對 這是一種行銷的方式 就像剛剛柯P在影片裡面講的 他們不是在做那個平衡嗎輪胎平衡 那輪胎平衡中間不是有個中心軸要先把它鎖緊 然後按了他就開始跑然後去測平衡 那有一些他就會故意把那個中心軸沒有鎖緊 那你跑起來就欸怎麼輪胎會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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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滾動有沒有一直震動 客人家你這齁 年輕變形了喔 你本來想去換那個促銷的輪胎一條999 你就去了結果他說欸你這年輕都變形喔 那他變形怎麼辦 這不行喔這個可能要換掉喔 阿諾阿可不可以換一顆 阿你這玩笑的找不到喔 這可能找中國來的也是我的喔 那我現在有促銷的齁 2999含胎 阿送定位送平衡送什麼 阿你自己去挑一個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有很多車子齁 我賣二手車 我賣客人 客人有時候回來洗車 欸你怎麼換旅圈呢 他就笑笑的欸 阿因為我去阿 他說我的輪框變形壞掉了 然後我就換了 那因為這案例很多 我以前宣導過有一陣子宣導過 很多都是這樣子 我第一次知道是其中有一個媽媽跟我買車 那媽媽跟他女兒 兩個都女孩子 去 阿也是跟他講 哇這救命啊 沒有我來講 你這樣哇阿 你想想看高速公路輪胎這樣 哇阿 等一下你齁 你跟你女兒的小孩都性命不飽 哇 走到死 打給我 小吃你賣給我的車 阿剛剛一直給我找 什麼阿 你去那邊變形喔 他說很嚴重阿 怎樣阿 哇這安全的東西小吃 你這樣就要求的 你怎麼賣我這種車 我一直錶一直錶 我說阿 你可不可以請 這個電話 給裡面的 祭司聽一下 欸 拍謝 我是賣家車的二手車行 阿你說 他連鏡變形是嗎 阿 沒辦法 minus 加一個 喔 我們一定要講術語 喔 我們不能那麼訊 我們說可不可以幫他做一下平衡 不對 阿你敢不可以幫他做一個 minus 有沒有 喔 聽起來有沒有 喔 他就知道 欸幹這來行的 不能亂來 喔 我處理我處理 後來真的幫他平衡做一做就沒事了 真的是這樣 我不騙你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有很多這樣的消費者 都去換了旅圈 而且你想想看 你原本其實你的旅圈是沒有壞的 那他跟你講壞掉了 然後換掉之後 阿 換下來這舊旅圈怎麼辦 阿這就沒效阿 沒辦法幫你回收處理掉好了 我跟你講那四個還可以賣錢 SWIFT改1.4包會不會影響車價 年輕人的車應該還好 阿你要改的有質感一點喔 不要改的像阿炮 好不好 04的LS IS啦 不是LS啦 我跟你講現在IS200缺貨 05年99到05的IS200缺貨 我是說車礦好的缺貨 Lupo很棒阿 我跟你講Lupo現在你如果能找到一台車礦好的GTI 哇那個也是 天價 開完車長打開引擎蓋散熱對車子好嗎 其實我覺得不用欸 我覺得 為什麼很多人不知道哪裡學來的 要去開引擎蓋散 其實我覺得不用 因為 你們去注意看 其實車子 引擎室的空氣是流通的 你不要想要讓它很快的降溫嘛 你就 停著 然後讓它慢慢的 溫度讓它慢慢降低就好 K12是很好的車 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如果買的是二手車 問題就會很大 因為大部分前一手都可能 有可能你會遇到很高的機會遇到一些改裝車啊 很高的機會遇到一些發生碰撞的車啊 所以你如果要買K12其實要比較留意車況 代步車比較建議買MARCH 1.3還是K8 MARCH 不要買K8了 因為你現在買K8很難買得到OK的 但是MARCH有機會 MARCH有很多那個 阿桑有沒有 人家從小姐開到現在歐巴桑還在開那種 你就去買那個 那個車況應該回來整理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錢 但是K8你現在要遇到OG上開K8比較難 這個是以二手車的一個眼光來看 當然你要去買一二十萬人家整理好改好的 那個我也沒話講 但畢竟那是少數 可是MARCH齁 其實也蠻多已經都生鏽了 我店裡面好像還有兩三台MARCH 我們還有兩三台MARCH在借客的 最早齁 剛開業的時候我有一台電車 藍色的MARCH 1993年 第一批的 然後我把它烤成那個小吃汽車的藍色 小吃汽車藍 小吃金杜藍 有沒有 然後拿來當代步車借客人 其實我們的客戶回來 車子保養驗車整理修理 其實是我們會安排代步車 讓客戶牽走 包含 我們現在柯P開始在接一些外面的翻新啊 或是整新的一些case 我們為了要更多充裕的時間來整理檢查你的愛車 所以我們也都有安排代步車 然後把你的車留給我們 開我們的代步車走 不是很好的車 坦白說 就是我們檢查過開起來OK這樣 但是風切聲大啦 氣氣口口 有的沒有那個可能合理正常 但是至少應該開起來是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我那台小藍現在退役了嘛 開到壞掉了 退役了 然後我們另外又準備了小銀 小青 準備來給客戶當代步車 美規總代理的差異是什麼 差很多啊 美規就是美國的中股車啊 總代理就是從德國那邊過來的啊 如何辨別是不是AB車 然後世故車有一定的基準 欸 世故車沒有一定的基準 我想你如果是問的說 一台車有撞過沒撞過要差多少錢 有時候我們依照這個車的車型 年份 然後他撞的程度 我們會有不一樣的扣下來的價格 但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第一題就是 AB車要怎麼判別 其實AB車很難判別 只能從監理站上面 第一個我們要從車子的引擎車身號碼去看說 他有沒有被切割過 被 辨造過 如果我們這一台沒有 去監理站過屋是正常的 好像聽起來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也不能確定 有沒有一台B車正在外面 使用著你的號碼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只能靠 監理單位來跟我們說 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啊我們的影片要記得幫我們訂閱喔 好不好 啊分享一下 下禮拜見啊 大家再見啦 大家再見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